我们俩是通过情境介绍认识的 结婚七年了 有一个女孩已经五岁了 我们每天都会因为家里家外的大事小情吵架 而且这些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 七年来我看着我老婆从媳妇变成了孕妇 从孕妇变成了产妇 又从产妇变成了孕妇 我是多么想把这个幸福的小家经营好 现在真的有点力不从心呢 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孙先生30岁来自哈尔滨个体 有请小孙 谷女士32岁来自哈尔滨个体 有请小谷 有请 欢迎两位啊 今天是谁要来啊 我要来的 来的目的是说平平礼呢 还是说想不明白就打算离啊 根本就过不下去了 行了 过不下去就把委屈都说了呗 你还能过吗 坚持能过 坚持这个词用的就是你也觉得不老好的这个日子是吧 我感觉爱情挺好的 姐会应该不像谈恋爱那样 行 听听女生的这个怨气吧 来 我们两个生活中吧 遇到挺多困难 嗯 我们两个人吧 原来有一个三十多平的房子 是他爸妈出钱给买的 后来有孩子了 我就想换一个大一点的住不下了 就买了一个现在一百三十多平的 你们俩这个真厉害啊 结婚不久就挣了好多钱 不是 不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呀 是我妈出钱给付货的首付 现在我们自己还贷款呢 住了一段时间 他又开始说想把他爸他妈接过来 起初我根本我就不愿意 我妈也出钱了 接得不很正常 有啥不愿意的 家里又不是酒店又不是饭店的 你往家里领什么呀 那喝点酒不正常吗 正常什么呀 正常什么呀 台上天往炒地儿的 根本就不管 一天喝的五米三道的 谁管过呀 那领家能不能炒点吗 那谁还没个朋友呢 那是有朋友 那吐瓦的谁收拾 不都我收拾的吗 那出去喝酒最严重的一次 不是派人所给送过来吗 卡的鼻青脸肿的 那丢不丢人呢 吵得明天都睡不好觉 公公有点不自爱是吧 还有她妈呢 那我妈咋的 我妈天天伺候你 手上屋子 那不挺好的吗 还咋的呀 那多实猫一老太太呀 衣服旧一点的就不穿 那不换季了吗 换季了 那过母亲节 我先给她买一件吧 那一千多块钱衣服 直接当着我的面 送给对面邻居了 让我怎么想 那穿不合适 那不合适 你跟我说呀 是不是在商场买的能退呀 你妈能穿呢 那么多钱呢 你趁啥呀 她知道那些钱呢 她知道贵还不想你买呢 那我哥棍里那五千块钱哪去了 你咋说的 我烂花了 那我以为下里进小偷了呢 那谁跟我说过呀 我也不敢问你爸妈 问你的时候 你说给你爸妈买保健品了 那为啥不能给我妈买呀 没说不买呀 买了吗 没买 没有买就是没买嘛 那谁他妈妈买了 那买保健品 那对身体也好 那老人年龄大了 缺钙缺铁 人家补补身体 那以后呢 也是少欠累赘呀 那还能看孩子 那不挺好的 那不正事吗 是五千块钱 你就让大家评评理 什么保健品五千块钱呢 那不就让人坑 让人骗了吗 那我亲老姨 别人就为了赠你提成 别说了行不行 那我亲老姨 能赠我提成 赠我钱 开玩笑 这家人听着闹不闹是你 还愿的时候呢 说的可好了 他说啊我妈天天给你做鸡 你咋就那么多事呢 那家养的食了之鸡 都让你吃了 你说太咋了你 那鸡毛咋点什么呢 最严重一次我看着 头发都咋你呢 那我咋喝呀 那不很正常吗 那年龄大 她眼睛活她能看清吗 那你妈做饭不掉头发呀 你做饭不掉头发呀 那掉头发就不能吃了 那你妈咋不来伺候 不给你做了呢 那我妈来干嘛的 我坐月子的时候呢 你坐月的时候咋的呀 我说 我说我想吃排骨 你妈咋说的啊 一百多块钱排骨 那多贵呀 那不跟我说了吗 又没跟你说 那嫌我早上不起来吃饭了 那孩子本来就小 那她总哭 那晚上我睡不好 我早上就起不来 你妈做一遍又一遍的 那不是 四五遍四五遍整 不起来就不高兴 那不是做完饭 找你吃了吗 那等凉了嘛 那不成胜的能好啊 你说这干啥呀 那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那我妈那一月三千多块钱 那工作还没了呢 那你给钱了 她总说不就是想让我给吗 那就因为她看孩子了 那看孩子了 我就得给她三千块钱 那不是她孙女啊 你妈咋不来呢 我妈没有时间呢 谁说没时间呢 她不是问了她孙女吗 那两孩子出去玩去 那卡的鼻青脸肿的 谁家孩子不磕磕碰碰啊 那那小孩跑这块 谁能跟着身后啊 年龄大了 早晨一早晨 给孩子吃糖和零食 孩子那么小 长不长猪牙 那不胳膊儿亲吗 那小孩那不很正常吗 他一哭一闹 就给她块糖 给她吃的能咋的 你说谁家没那样 那你咋不说你妈天天 给我做土豆吃呢 一天三炖 早上土豆丝 中午土豆片 晚上土豆块 再不就是白菜炖土豆 土豆炖白菜 你让我怎么吃 天天给你做土豆丝 那将连吃一个月 那你咋自己 出来偷着吃呢 我就吃碗面 我天天上班 我早上我五六点正 我就走 完了晚上七点回来 我有时候在外面 对回一口 那能咋的 我吃啥了 你吃啥你不知道啊 我一个月挣多钱 我给你 你给我了 是给我的 我吃啥了 我那钱从哪来的 我偷着 那我哪知道 你是偷在抢的呀 你去吃碗面的 好像是钱是你花了 你出去吃去了 我自己在家领孩子 我出不去 我就在家天天得吃土豆子 那现在这回又好 那我爸妈走了 这回你事又来了 又称我不干活了 我积点下班 我积点上班 那你就不能帮我干点活呀 洗个衣服做个饭 你做过吗 买米买油 都得送上楼来 我说让你搬厨房 那个都不搬 你都花那个钱了 他给你送上楼来 咋我下楼接去啊 我干点活了 那你一天在家 除了说话 啥都不干 你出去挣钱 你就伟大了吧 那我回来 我还干啥呀 我再洗衣服啊 我要你干啥呀 那你没生气 再老说我回娘家呢 过个节你就回娘家 什么五一一啊 国庆啊 过年他都回娘家 过年有回去的吗 我过年回娘家 我过年回家怎么了 我爸我妈在家亮了 我家住得多近呢 那我回我妈家就不行 非得回你家 我家就 那你家是农村 我家我自己 那你自己 你家好几个 那你家是农村呢 文重宁咬的 孩子那么小 不遭罪呀 买东西也不方便 家中也不方便 你家过年有闻的呀 不回就拉走 那你没事了 给你妈打啥电话呢 不是啊 回家不行 我打几个电话 又有毛病了 那是几个吗 一天十多个电话 问他吃什么 像我能磕着你似的 是吗 那不就说那件事吗 不是 那你家下多少个蛋 养多少只鸡都得向你汇报 那你妈有病了 你想我不关心你妈了 说我不打电话了 那你妈有病了 直接吃药吧 吃药包是上医院呗 我打电话她能好 要医院干什么呀 你打电话 那不关心一下吗 老人不缺少个关心吗 我怎么关心 我还以为她安慰 安慰一点吗 我要给她安慰 那谁安慰过我 行 心理怨气 看来积怨很深呢 我能问几个问题吗 可以 你们家谁工作呀 我工作 打结婚期就是你工作吗 对对对 那就说您算是全职太太 公公婆婆等于来你家住 是帮你带孩子的对吧 可以 什么时候走的呀 孩子三岁的时候走 走好几年了 先生对妻子的抱怨是什么呀 不懂事 对吧 是不懂事吗 你看 对吧 你对先生最大的抱怨是什么呀 他不帮我分担家务 什么也不管 我早上五点我就走了 晚上七点才回来 您什么七点 七点下班 这么忙 开塔雕啊 开塔雕的 确实挺辛苦的 所以回家想多歇会是吧 对对对 这您能理解和体谅吗 能 能那不得了吗 我心里有埋怨呢 最大的埋怨是埋怨他 还是埋怨他爸妈 埋怨他和他爸妈 我说最大的埋怨 最大的埋怨还是他 那埋怨他什么呢 你说我一天我也挺累的 在家洗衣服做饭看孩子 收着屋子 他最起码闲着的时候 帮我分担一下 哪怕给我做一顿饭 我也挺高兴的 刚才听你们俩的这个 争吵的过程当中 这春节的时候 都是在您家过的 对 结婚这么多年 都没回老家过过春节啊 结婚那年回的 那结婚那年为什么能回啊 那年没有孩子 那有了孩子 为什么就不能回了 那我感觉 孩子还是在市里比较好啊 公公婆婆要想孩子怎么办啊 想孩子她可以来看呢 来过吗 那还带孩子 那公公婆婆走的时候 是负气而走啊 还是怎么走的呀 也没有 家里也挺忙 孩子长大了 就这么就走 对 老人多好啊 不就来了三年帮你们带了孩子吗 你母亲那会儿有工作是吧 那时候有工作 就专门为了带着孩子就 辞掉了 所以那还闹什么呢 两位 你把这事一一地排下 还有什么好闹的呢 那你说 他爸没事就是喝酒 他妈没事就要买新衣服 衣服就一点都说磕着 那我就受不了啊 那一会儿还给你带娃呢吗 你带娃呢不是他孙女吗 啊 该他带吗 他要是不带的话 他儿子怎么出去挣钱呢 那他儿媳是干嘛的呢 那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呀 所以啊 我觉得你们俩 恕我直言啊 你们心里大概都少一个词 叫感恩 我也不是说不孝顺 没人说你不孝顺 可能事儿也做了 但是牢骚也发了 事儿就顶在这儿了 他辛苦吗 辛苦 他辛苦吗 那也挺辛苦的 那你们俩跟他 怎么吵得那么热闹呢 就是沟通方式感到习惯了 其实就是情绪 道理咱都明白 事到临头的时候 情绪控制不住就吵了 我相信两个人心里都特委屈 你觉得你做了 丈夫应该做的 但是她不理解你 你觉得你做了妻子应该做的 可是她也不理解你 对 要调整怎么办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吵着啥呀挺好的 我就听他俩你来我往的 吵得挺带劲的 你看这男生吧 你说看他长得瘦瘦的 然后好像挺温和的 吵起来那嗓门可大了 这媳妇说一句 她立马要从声音上压倒她 从气势上压倒她 一点都不含糊 所以我觉得这一句 也是总是激怒这女女士的原因啊 她本来可能 我觉得女生大多数时候 我是抱怨 你听着你就行了 你还跟我呛呛 你不是没事找事吗 是这意思吧 对啊 对啊 我跟你唠叨几句 你看你妈这事做的 你爸这事做的 你回来你还不安抚我 你还在那倔得跟头驴似的 都什么情啊 你还偷笑呢 其实她心里也明白 她这脾气是不是就这样啊 我就笑挂了 那我还没有也这样 回去哈我也乐 有时候我越乐她越生气 你知道啊没招 我跟你说 你可以乐 但你别说 你别跟女生叫这个劲儿 我跟你讲 我听了以后 你看你们之间的这种所事儿 没有什么大的原则方面的 都是这种性格脾气上 然后有时候磨合的不好 就呛呛起来了 我觉得女性大多数 当她疲惫 比如说看孩子 你不要觉得你挣钱 特累 特了不起 看孩子比出去工作累多了 我出来工作 我觉得就是放松 我在家看孩子 我真的火冒三丈那种 所以我觉得你回来之后 你别觉得你 在外面挣了钱回来 就跟大爷似的 她说两句 你满心不高兴 我觉得一定要安抚 女性通常我们是可以忍耐很多的 但是我们无法忍耐的是 你不理解我 你不体谅我 对不对 在这个时间里 你必须站在她这边 因为两个人争吵 大部分是由女性 来挑起这个矛头 她会把争活所事堆积到一起 然后忍无可忍爆发了 男性这个时候 你就要起到一个灭火气的作用 她说什么 你且听着 你就别坑气 如果需要你做判断和回答的时候 你顺着她 先把这气给消了 到后面等她冷静下来 你俩好的时候 再慢慢地摆持这个道理 你在这个时候 你还拼命要跟她讲道理 那你怎么样 那你妈呢 你妈在哪呢 你说你这多气人啊是吧 我觉得如果你想日子太平 不争吵 你就得做一个灭火气的工作 你现在 我感觉你这个气比她还大呢 所以 你得消消气 知道吧 行 我就这个意思了 对 其实也就是男性要有一个良好的认知 你有个态度啊 东北有一句满经典的口头禅 叫静扯这些没用的 你们刚才两个人的争吵 那就是静扯这些没用的 做丈夫的 你坦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 如果你的妻子 对你的父母很孝顺 对他们非常好 你是不是会对妻子更好 对家庭更负责任 那必须 很明显 我现在也没不孝顺呢 你先不要吵 她说的是真心话 我们做子女的 我们孝顺父母 不必寸补或离 但是心要尽在咫尺 你是做儿子的 房子变大了 马上把父母就来住了 当然是能够帮你照顾孩子 但更多的是一个儿子的孝心 我说的没错吧 对 但是你又没有顾及妻子的感受 日子久了 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和摩擦 而且这样的小矛盾小摩擦 它日积一累以后 它就会变成大矛盾大摩擦 我们做子女的我们孝顺父母 并不是只有把父母寄来一起住 这样一种办法 很显然 在接父母来住的问题 做丈夫的 有点过度 但是 她常和父母联系 你有点过分的 一天打十多个电话 十多个电话 虽然多 但她透出的恰恰是爱心 这就是趋寒问暖 这一点我认为你应该值得欣喜 对你来说 你刚才说 她的母亲生病了 生病了有什么 有医院在 这句话很让人寒心 对老人来说 自己媳妇对她的关心 多隆她很多的缺点 不信 你们去试一试 你们是孩子的榜样 在孩子面前 不要这么尽扯 这些没用的 好不好 好 来 我听上半场我以为 这父母还在跟你们一块住呢 但是我后来听到说 父母已经走了两年了是吧 对 这非常应验 我们心理学上 产生问题的一个逻辑 其实我们当下的情绪 往往都是过去的那些 心理症洁和阴影 导致当下的一个情绪 这个事儿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就是因为原来那个疙瘩 还没有解决 我在想啊 站在女方的角度 当时因为有孩子 所以呢 父母搬过来住 那么这个时候 女方的空间就被挤压了 毕竟是男方的父母 和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 思维方式 包括理念 都有很多的差异性 如果在这个时候 男方再一味地站在 父母的那个角度去说话 女人会觉得 有三个外人 在一直都有我 女人就觉得很委屈 对不对 对 很压抑 想说个心里话都没有 孩子很小嘛 所以这个时候 男人 不应该 替父母一味地说话 这个时候 你稍稍站在那边一讲话 那女人的情绪就爆发了 所以呢 我提醒在这个时候 男方应该 站在双方的角度 或悉尼 另外一个 提醒女方 父母也好 还是我们个人也好 在这个家庭当中 在一块生活 他不可能不犯错 我们在一块生活 在一块说话 他总得有错 即使最幸福的父亲 他们也在吵架 他吵得不一样 比如你俩吵架 我发现没有一个富软的 怎么一个比一个大 几年前的事吵到现在 越吵 矛盾越深化 就形成恶性循环 打比方说 我作为一个男人 这事我有我的想法 但是刚才你说那几点 可能有一两点 我说的可能不对 这点我要反思一下 以后我注意 而女方在吵架当中也想 可能有的时候 我也太过于苛刻了 这个事我不对 那么如果 在吵架过程当中 两个人稍稍都能够 有一些示弱的话 只是其中几句示弱的话 你们吵架的这种格局 就会打破 要不然你们就一直 这样往上吵 这样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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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下不来了 你知道吗 就这意思 所以呢 不要完全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反正我跟我家人 吵架就是这样子 我的习惯 我明确知道我有道理 但是呢 我会找出其中 我几个可能是错的 这个我道歉 一看我道歉了 对方也就不好意思了 你说那个 好像我也有点不太对 那你就两个人怎么样 都往上卸火了 你知道吗 但是你俩吵架 没有一个是卸火的 都是往上拱 刚才也说了 其实两个人矛盾大嘛 都过去的事了 但是你们的模式没变 就是父母在块的时候 那种模式延续到现在 其实男方跟父母打电话 打十个打一百个 和你没有一点关系 但是因为你有怨气 所以说你接受不了 打电话 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希望两个人 在沟通当中的时候呢 彼此示弱一下 有一点容错的 这种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 两人谈话的方式 可能就不一样了 谢谢余老师 我特别想送给你们两个啊 还有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 两个词 一个叫积怨 一个叫排毒 无论是夫妻之间 男女朋友之间 还是公司合伙人之间 都会有这两个词 你们两个在一起 那么多那么多的积怨 就是因为你们俩 从来没有做过排毒的事 如果是你能够用心的 不断的去做一做 这些排毒的事 很多事情到发生的时候 哪怕再发生什么大的矛盾 都不会有问题 我就问你一句 当时让父母来的时候 他们过来给你的帮助 和比起他爸爸给你 带来的那些痛苦 和他妈妈给你带来的 那些土豆 是不是利大于弊呢 对吧 否则不会待三四年才走吧 那既然你想享受这些东西 那出了那些问题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扛下来 然后你来想 我怎么排我内心的毒 我怎么排老公心里的毒呢 人心都是互换的 但你经常呢 得理不饶人 而且有时候还没道理 当然老公又不对了 我觉得他也错三分 如果他没事的排排毒 你的排毒方式特别多 对吧 给他买个礼物啊 说个情话呀 既然是爸妈也在 对吧 老爸也折腾你了 没关系 那我单独地带你出去 看个电影啊 唱个歌啊 是不是 也不能说有了孩子 就完全没有夫妻的小日子了 当他感觉到你对他的爱 他的心里的毒 也排掉了很多 是不是 我知道你累 但是你再累 你现在回家 把自己折腾了 是不是更累呢 如果你多排排毒 把积怨去掉 你们两个也更开心嘛 对吧 好 谢谢李总啊 按照 现代的西方研究成果 叫做 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 夫妻关系是第一位关系 其实咱中国古人 早就说了一句话 叫内外有别 嗯 什么是内 在夫妻关系这个词上 已经定义了 内人 就是老婆嘛 所以一定要记住 内外有别 就是处理 跟岳父岳母 公公婆婆那个关系 最好的两方 夫妻之间是个殷勤关系 殷勤很容易破掉它 就靠情感的维系 你跟父母之间是血情关系 你怎么做 父母都能理解你 你爸妈就知道 我儿子男 所以闺女三岁的时候 人家走了嘛 人家心里也委屈嘛 那你说 你要能想到 丈夫这个委屈 你应该怎么做 还那么喊嘛 丈夫娘给买房子容易不 不容易 不容易 买了房子 就把自己的亲爹亲妈先接来了 这事对不 对 对 刚说完内外有别 这事对不 所以说你 你看我 我想把爸妈接回来 光宗耀祖虽然是你妈买的 行不 这是那呀 先跟那人商量商量 那人说不行 我妈买的房子 缓一缓呢 说的对你就听 说的不对呢 也就那么回事了 来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希望你以后多包容点 我也会替你多想点 毕竟说 毕竟说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 以后我会为你多分担点 替你多想想 对你好点 小恩小慧 其实 其实 这么多年 咱俩在一起 苦过 笑过 也哭过 但是我感觉 要是海岸以前的方式生活的话 我怕我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虽然说咱们孩子还小 都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但是以后的生活还是咱们两个的 我想如果你要是真能改变的话 其实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你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我们不收起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咱们来看看就对夫妻的 什么情况 不知道 怕吗 不怕 为啥不怕 可能 还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呗 哦 这时候反思了 他他不出来是为什么呢 他就想跟我杠一下吧 杠什么呢 我对他不够理解 就是每天干活累啊 不够理解 对他父母也不那么 那回去之后打算怎么办 回去 对他好点 对父母好点 没事 你都走了 那我没有结婚证啊 啊 什么 我没有结婚证啊 他可以把这结婚证不要了呀 换成离婚证啊 现在 现在还受法律保护 在受保护这段时间 如果我做的好的话 就不能换本了 行 好好挑 好吗 谢谢你们 请回 啊 谢谢我们的四位老